这道菜叫和菜盖背 滴滴道道的一道家常菜 前两天有个小伙子给二旦发私信 他说二旦哥能不能教我做一道菜 我长这么大从来都是我妈妈给我做饭 过去天是我妈妈的生日 我想给他做一道菜 我妈妈呢因为信佛教不吃肉 所以教我一道素菜就好 我回了他俩字 安排 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草原二旦 今天二旦教你做一道 素炒和菜也叫和菜盖背 安排 打三颗鸡蛋 倒入15克的水淀粉 鸡蛋里面加水淀粉 能让这个鸡蛋饼不破碎 非常的有韧劲 充分搅拌均匀 热锅 你看这个锅特别光滑了 其实还不够 我们要再给它润一次锅 润锅是让鸡蛋饼不粘锅 润完之后热油倒出来 锅中不用加油 直接倒入鸡蛋 火开到最小 蛋液沿着锅边 让鸡蛋饼不断的扩大 鸡蛋饼越薄越圆越好 旋转锅底 让鸡蛋饼受热均匀 这一段视频我没有剪切 完完整整的呈现给你们 面积越大就会越薄 做鸡蛋饼一定要有耐心 欲速则不达 往后一定要掌握好 蛋液全部通干 成型之后就可以倒出来了 鸡蛋饼要盖到和菜上面 豆皮切成细条 我们选用的都是家中最常用的食材 再准备一袋粉条 来点绿豆芽 绿豆芽可以多来一些 因为它会缩水 再来点红尖椒丝 搭配颜色 来点韭菜也是不错的选择 准备点葱花蒜末 这些就是我们要准备的食材 以及料头 我们把薄饼提前预热一下 家常饼春饼都是可以的 起锅烧水焯一下豆皮 水开之后下入粉条 轻轻烫一下就可以倒出来 热锅凉油润一下锅 然后锅中下底油 油热之后放入几颗花椒 倒入葱蒜 先炒绿豆芽 食材的顺序很关键 火候也很重要 加入冬骨一笔鲜 加入老抽上色 来点蚝油增鲜 微微翻炒一下断生 倒入豆皮和粉条 翻炒均匀 这个时候加入食盐 我发现很多人抵触味精 那么我们就不放味精了 倒入韭菜 因为韭菜很容易变色 所以我们翻炒两下就可以出锅了 最后来点锅边醋 醋一定要喷到锅边 让其挥发 增香不能吃到醋味 装盘就可以了 看一下颜色 卧底不见油 不见汤汁 不见水 盖上鸡蛋饼 把薄饼摆在旁边 连饭带菜都有了 给大家近拍看一下效果 从中间划个十字 那位小伙子学会了吗 非常简单的一道家常菜 可以试着做一下了 这个方法还可以炒土豆丝 菜可以炒的味重一些 非常不错的一道菜 鸡蛋比较有韧劲 把这些食材都包裹在饼里面 鸡蛋关饼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这道菜的重点 做鸡蛋饼的时候一定要加入水淀粉 炒绿豆芽的时候时间不易过长 出锅之前一定要喷锅边醋 关注草鸡蛋教你好好做饭 换出品川宾的重点 館 炒绝豆 炒绿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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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绿豆